金华城案进入收网阶段 被指曾是关键共犯的台北市 都委会执行秘书邵秀佩 北检赴讯8小时之后 在今天凌晨请回 并且限制出境出海以及住居 而他之所以会是关键角色 就是因为他当时在 制创了20%的奖励 给金华城的方案4当中 处理甚多 可以说是幕后退手 戴金口罩快步走出北检 他就是北市都委会 直觅邵秀佩被视为关键共犯 北检讯问8小时后 遭限制出境出海及住居 物保请回 被说要潜逃 那居然冤枉 满脸憔悴不发一语 试图挡镜头 他人才刚从日本回国 差点被认为是畏罪潜逃 邵秀佩强调有合法请假 只是这么巧 同天彭震生就被羁押 检方也立刻指挥 连政署搜索 检方认为彼此有分工关系 彭震生是专案管理人 是关键角色 施议员应小微利用关怀协会 收省庆金贿赂 帮忙陈勤办便当会 居中出力 省庆金还曾经出席 都委会会议入骂公务员 销售配自创20%的奖励龙几率 更让金华城案一帆丰盛 是都委会实质上的第一把交椅 彭震生大热天 却穿着红色长袖外套 走上球车 被法官认为 所图利益贿赂金额 即为庞大 裁定收押 身为都委会会议主席 金华城专案管理人 彭震生不但会议中预设立场 还无视反对意见 指定比较没有经验 但却同样补偿金华城的委员 当专案召集人 就是会做看高的动作 刚刚看他是他蛮难过的 彭震生账户里的金流庞杂 证人则表示 是因为他担任好几间公司的顾问职 这个说法检方存疑 彭震生目前关进 三人意见的求是 近后调查 现在邵秀配最后一块拼图到位 案情也将逐渐明朗 谢谢台北众和报道